周五凌晨,葡萄牙联赛卑分组赛隆重上演,率先登场亮相的是C组的彭拿费而主营摩里伦斯。 两队近况起伏不定,彼此皆无稳胜对手的绝对把握,此番相遇各取一分可谓皆大欢喜。 本赛季前13轮过后,彭拿费而取得4胜6和3负,暂时排在第11位。 从几分榜来看,18分也不算特别差,毕竟在这个区间的队伍非常多,如果球队能够迎来一波连胜就能够冲上前列位置。 只不过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彭拿费而过去两个多月时间未曾有过连胜,时常在胜和腹之间游走,换而言之状太教位起伏,很难冲上前列,冲击普超的目标非常不现实。 值得留意的是,彭拿费而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表现有所差距,过去8场比赛上半场均可以做到力保城门不失,而期间下半场却有6场出现失球。 此外,彭拿费而在蒲莲杯中的竞争力相当有限,其上届二场分阻赛均没之余,得失球比未惨不忍睹的0比6,考虑到球队近况一塌糊涂,彭拿费而本场应以利宝主场不失位首要任务。 上赛季从蒲超将般的摩里伦斯,本赛季居然可以在蒲甲称王,13轮取得十胜二和一副佳季已较大优势领跑,来年重返顶级联赛大有希望。 之所以,看衰摩里伦斯本场无法取胜原因有三,其一是自遭遇赛季首败以来,球队近三场仅有一胜意和一副的平庸战绩,其中包括蒲卑第四圈布迪布拉加提前出局一战。 其二虽说依靠西哥亚·伯拉天尼、丹卡路法兰高和劳伦斯·奥克利等人领衔风险,摩里伦斯拥有整个联赛最强的火力,但同时亦从数据上反映球队病,不是一只以防守建场的火力。 连续多场比赛有失求,优点和弱点非常之鲜明。 其三则是因为摩里伦斯最近做客能力堪忧,而且过去两次对阵彭纳菲尔均战成1比1的合局。 有见及此,摩里伦斯经常理硬摆正心态以饱和争胜为目标更为务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